哈囉,大家好,我是爸爸超人 那我現在來分享一下我們公司建築物的這個內裝 給各位朋友看 好,我現在進去啦 我們的公司有兩個品牌 NU Pasta跟天麗食堂 早早早 早 好,我現在要來開門啦 OK 這個是大門 用一點點是大門 那在我們左手邊呢是交易廳 左手邊是交易廳 這邊的話就是有幾張桌子椅子 然後這邊有放書 可以拿來看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這個展示架 好,上面有放一些公司的特殊產品 這個是成交場 這個蠻有特色的 然後 這裡是鞋架 好,這裡有一個這個椅子 好,可以坐著換鞋子 好,那我現在來錄一下茶水間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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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我們茶水間 那這個是冰箱 好,這樣子清楚嗎 茶水間的話這邊其實都會定期補食物啦 不過因為 呃,就是昨天可能有些朋友有吃吧 所以現在裡面沒有食物了 那這邊的話還有咖啡機 還有這個烤箱 耳玻爐 可以熱燈回來吃 好啦,我們去其他地方 那你又去運行房間 早 早 你再早去旁邊 知道,會看看去那個玩玩嗎 那這個是辦公區啊 辦公區 辦公區的話 就大概帶過就好了 就設幾個大的辦公室 這個就是高階主管的 那 我們 小咖的 領薪水的 就是坐在 這些地方 那裡面的話還有一個會議室 就不帶各位朋友去看啦 好,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們到二樓去 辦公區的話 基本上是只有一樓而已啦 你看到這個樓梯啊 是中空的 蠻有質感的 而且是木的 踏起來也蠻厚實的 來 好啦,二樓到了 應該也不算二樓 1.8樓 這邊有一個休息區 上班上可以在這裡稍微休息一下 蠻悠哉的 可以看一下鄉村的風景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 這邊的話就是 四個人的這個小會議室 裡面有冷氣喔 一樣還是可以吹 好啦,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剛剛說1.8老師 因為這裡還有樓梯 還不算二樓 這裡的話才算是正式的二樓 好,那二樓的話 右手邊 這邊有一個小會議室有電視 那這邊的話 其實是儲物區啊 本來是要當辦公室 但是沒有那麼多人 就當儲物區 好,那外面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來 我們去外面看一下 大露台 現在的欄杆很多都是用玻璃欄杆喔 玻璃欄杆 這樣的話透視性比較好 視野比較佳 那如果說 上完上累了 這裡擺張椅子 這樣子坐著看風景 也蠻是愜意的 好 大概是這樣子 來來來 進去了 那我們待會來看一下 哎呀,撞到東西了 這個要關起來 走走走,我們去 隔壁了 對 對 待會看一下廁所 廁所都沒看 來 這個是 這個最大會議室啊 最大會議室 好 那我們都會把這裡 當作這個 中午吃飯的地方 我們有會議的話 好 這邊有這個 擺 擺餐碗的 每個人有自己的專屬歌詞 那外面的話可以洗碗 好 自己洗一洗 自己放進來量 好 我們繼續往前走 走走走 走走 那裡是機房 就不帶各位朋友去看了 這個 廁所 廁所的話 還不錯啊 還不錯 這個 我不知道什麼品牌 的這個 設備 要去西居 還算可以吧 去西居 蠻乾淨的 每天的話都有人定期到手 每次的話就不看了 就不看了 每次看兩次就好 出去啦 洗手台 好 我們接下來到三樓了 其實一樓以上的話就是比較偏 休息的地方 公司的總部員員工不多 大概升幾位 好一樣那邊有一個廁所 那這個廁所的話 好是 可以洗澡的 可以洗澡 OK 這的話一樣 也是交於廳 就是如果朋友比較多的話可以在這邊聊天 那這邊的話 就是還可以吃東西 如果說你不想在二樓吃 想要在這邊一個人又在這裡吃 也可以 也可以 那 再往前走 好 這裡的話是那個 拜拜的地方 裡面的話有 我們也摩拜著這個土地公 還有土地婆 好 我們 感謝他 他保佑了我們公司 進行的發展 慈悲 好 那我就 我帶各位朋友仔細看啦 我們再繼續往前走 好 真的 坦白 小妹 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